少年意外穿越到洪荒世界 获得了境界突破系统 从此突破境界如喝水 然而当突破到最高境界时 却只能前往辽无人烟的鸿蒙世界 对于前世当了一辈子植物人的他来说 自然不希望境界突破那么快 于是洪荒世界出了个著名懒神 少年名叫叶轩 穿越至今已经过去上千年 在这期间为了避免到最高境界 他从来不考虑任何提升修为的事 所以除了咸鱼生活还是咸鱼 不过却总是有不长眼的大妖来掌扎 最骚的是系统会自动出手解决这些麻烦 就这样在击杀了这些大妖后 叶轩也被获得的系统突破了 自动突破到了惊仙境界 叶轩麻了 别的系统不都是要宿主同意使用吗 怎么你这垃圾系统还自动给我突破境界 甚至还帮他自动杀怪 这破系统是要和他作对吧 看着个人面板的惊仙修为 以及各种天才地宝神通密法本 叶轩简直是要气死了 他真的不想突破呀 就在这时天雷坐下 叶轩愣住了 只是不想突破也要遭天潜不成 然而下一刻金光闪闪 传来红军的声音 金武已然成圣 百年后将于33天外 混沌紫霄宫中开奖大宝 有言者皆可听见 而叶轩并没有什么感觉 对于不想突破的他来说 可不能掺和任何能提升修为的事 系统这时又出来作妖了 竟只是感受到圣人的一丝威亚 就自动给叶轩领悟一种新天赋神威 从此不再受圣人的威亚影响 随后血脉等级也提升一级 自动修炼速度大幅度提升 叶轩真的服了 连带着红军都被他惦记上 等哪天真到了最高的混元至尊境界 他首先就打抱红军狗头 就在这时 三道颜色光幕落在叶轩眼前 竟是洪荒鼎鼎大名的原始天尊 老子以及通天教主 原始天尊看着叶轩说道 还以为是哪家先尊突破了 没想到是个惊心小子 叶轩当即拜见几位大王 通天教主却错愕地看向叶轩 似乎感到非常的意外 老子见状疑惑问到通天 你这是怎么了 谁料通天换了一副嘴脸 兴奋地拉起叶轩的手 原来他千年前见过叶轩 当时叶轩才天仙初七 没想到仅仅一千年 慈子就横跨天仙真仙玄仙太乙 玄仙四个镜子 突破到如今的金仙初七 这修炼速度把通天都吓到了 要知道他们三人当初都没有这种速度 原始天尊一听倒是略微惊讶 难得夸赞了一番 叶轩也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殊不知这千年他大多数日子都是咸鱼呢 只是系统给他自动突破了 这时老子发现了更震惊的意义 此子竟不受红军道祖的甚微影响 众生都要伏地 他却能站立 通天见状就要收叶轩为徒 入他们的道门 叶轩自然不答应 要是去了岂不是加快他的境界突破 然而通天威胁起他 要是我们三人收金仙为徒被拒绝一事泄露 名声可就不好听了 所以既然你拒绝后果你应该清楚了 叶轩麻了 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立马耸的连连点头同意 当即行拜师林海师父 通天见状才满意下来 随后便让叶轩跟着他以及两位师父 准备到紫霄宫听红军圣人讲道 好助长修为 此话一出叶轩正主 他可不想突破呀 随后果断飞声告辞 表示徒儿还有师要忙 师尊你们前去即可 然而只是惊心的叶轩 怎可能从通天手里跑脱 一下就被拽住赶去紫霄宫听到 叶轩麻了 师父放开我呀 只要胆子大红军坐下同女放产假 不想突破修为的叶轩 在跟着通天来到紫霄宫外后 时时刻刻想着怎么离开此处 通天没有拦着他 只是警告到周围的风暴 可轻易撕碎大罗金仙以下的声音 徒儿你还是给我安静呆着吧 叶轩无语了 这下是想逃也逃不了了 就在这时 叶轩发现紫霄宫外的一名同女盯着他看 随后便饶有兴趣的凑了过去 名为姚池的女子顿时就慌了起来 难道自己偷看被发现了 在他的潜意识里 能来到紫霄宫的都是大能修士 然而下一秒叶轩坏笑地看向他的欧派 姚池被吓得一个闪身躲开 慌张到前辈有什么事吗 叶轩一脸认真表示 虽然还小但也出具规模了 日后可期啊 本来闲着无视的叶轩只是调戏一本 不曾想看到什么东西 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姚池还误以为是要怪对他偷看的事 殊不知是叶轩的狗戏童又出现 因他成功调戏姚池童女 则奖励了极品先天领宝灭世飞脸 以及增加修为的碧落子果五个 叶轩也没想到 随便调戏的一个女子竟是王母娘娘 那另外一个童子岂不是浩天大名 虽然很意外 但因为姚池的原因 让他白白得到一件领宝 所以那几颗提升修为的碧落子果 不对是赌果就赠予对方吧 他可不要吐果 看到手上的碧落子果 姚池瞬间震惊到了 此时童子浩天也凑了过来 也被这礼物惊道 叶轩示意这是送给你们两人的 算是我与你们有缘 浩天当即恭敬问候道 前辈如何称呼 此次赠宝浩天自当铭记于心 叶轩便把自己名字道出了 让他们不用这么客气 就在此时 叶轩突然又要突破了 姚池和浩天愣住 叶轩前辈究竟是何方神人 居然没有征兆的就开始突破了 此时也引来了另外两人的关注 电视传说中的福西 以及女娲娘娘俩兄妹 带到突破完成 叶轩境界也到了惊仙中期 此时的她一服身无可恋的样子 没想到只是赠送两颗自果就突破了 这垃圾系统太坑爹了 不明所以的摇翅天愣加醋的攻击 前辈如此轻松突破 肯定是很高兴吧 叶轩文言好想打她一顿 我高兴你的头呢 这时师父通天教主欣喜了 没想到为师和师伯们打个座而已 不然你就又突破了 连使天尊和老子健壮都不经他叹道 此子天赋属是恐怖 明明来紫霄宫前才突破到惊仙初期 没想到现在又突破到中期了 周围众人见到这一面 也是纷纷议论起来 不愧是这三位的徒弟 女娲却看出叶轩不同寻常 便以后问到为何道友突破后 却显得十分不开心的样子 莫非是对只突破一个小境界感到不满 叶轩很想说我确实不满 不过确实对突破快感到不满 随后双方又客气地介绍自己 叶轩心想这就是人族圣母女娲娘娘吗 果然美得不可方物碗如仙女 就在这时 浩天告知仲前辈十身已到 姚池锦随气后宣布 紫霄宫大门即将开启 可入内聆听大道 随着大门开启 众大门陆续进去 浩天为了报答叶轩 偷偷指点叶轩记得坐上蒲团听讲 叶轩文言响起传说如果坐上蒲团 好像就能成为红军帝 从而得到正道之机的鸿蒙紫气 最终得以正道混元大罗金仙果位 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大大敌坏复 肯定不能选蒲团坐下 这边通天三人族也心知肚明 只有坐上蒲团位置才有大纪元 于是通天再次抓住叶轩头发 强行带他坐在仅有的六个蒲团上 然后三人族也坐了上去 叶轩眼见情况不对 直接跳离蒲团位置 他可不想再得到大纪元突破了 不明所以的通天正主 徒儿你这是做事 叶轩此时想好了办法 比自己身为后辈 自然不能与师父士国们同坐 这一说法解释给他听 通天无言以对 这个道理他好像还真没法反复 随着最后两个位置被抢脱下 此时只剩下叶轩这个位置 见状周围大能虎视眈眈的盯着叶轩 这时西方而来的准提倒有站了他 客气到小友若你不落座 可否让各位给我歇息一番呢 叶轩一听是准提果断拒绝 给谁都不能给你了 准提文言愣住了 啥情况 我好像没得罪过你了 叶轩转头找到了福西俩兄妹 便要把位置让给女娃来做 女娃文言欣喜地说道 果然最后一个位置的道友见不得自己 便舍弃蒲团就要来最下准提 准提见状坏笑起来 随后一个闪身从此人眼前消失 眼看就要落在最后的蒲团位置上失 叶轩预判到了 关键时刻逮住了准提 道友若是想寻死的话 柱子可不在这边哦 随后那位好心道友赶紧做回原文 准提麻了 你这小子为何要与我作对 而周围大能看到准提这番手段 也是忍不住嘲笑出声 这下准提更是气得浑身发动 暗自惦记上了叶轩 日后必定要辞字好看 这时传来童谱浩天声音 大殿部的喧哗 老师即将开讲 话音刚落 别具一格的红军出现在大殿上方 这样别具一格的红军你肯定没见了 当红军现身大殿后 壁谷圣人威压席卷当场 除了通天三人族以及女娲等没影响外 其余人当场被卷倒 然而叶轩看到红军却没有好脸色 毕竟这可是害他提升了修炼速度的罪魁祸首 红军这时也注意到了叶轩 没想到这少年竟无视他的威压 要知道连准题都只能堪堪支撑的 下一刻准题也坚持不住投课了 叶轩见状嘲笑其准题 道有只是没仆团做而已 也不至于跪下吧 看到一个惊仙少年竟不受自己威压影响 红军难得惊讶起来 随后威压散去 众人才如是重负 童子浩天表示今后位置就按此刻来 不得再起争执了 随后现场云雾弥漫宛如仙境一般 红军也开始了他的讲道时刻 而叶轩哪怕不想听 但也被这大道给影响 修炼速度正在大幅度提升 叶轩为此想了个办法 便是以金蝉脱俏的方式离开大殿 刚逃出来的叶轩本想偷个来 却撞上了九英妖王 就在两人擦肩而过时 九英疑惑到小有止步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叶轩笑道你认错了吧 我一直以来都在昆仑山身居 可没见过道有你呢 本以为只是一个误 双方就这样转头离去 然而下一秒强大的法术 从叶轩背后起来 顿时掀起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九英的真面目也露了出来 原来叶轩此前斩杀的一个狐妖 正是他的手下大将 叶轩此时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这法术还挺好用的 跟桑拿访有的一拼 看来你就是狐妖说的老大 是我杀的又如何 你能拿我咋地 气急败坏的九英再度使用大招戏曲 眼看就要击中叶轩 下一刻他掌前出现一颗金珠子 轻松便抵挡住此次攻击 叶轩归顺于他 叶轩也是毫不客气恢复他 可以但等你下辈子再说吧 九英成功被惹怒 直接就来了个大变身 这时叶轩操控三颗金珠子袭来 却被九英轻松抵挡住 更是嚣张地要抢活掉 叶轩却一副奸济得逞的样子 随即出其不意地操控金珠偷袭九英 眼见金珠已附在九英被捕 叶轩当即使金珠轰然炸裂 下一刻整个子宵宫似乎都抖了抖 然而终究还是没嘎掉九英 就在九英再次袭来时 叶轩却意外得到天道碎片 解锁了终极任务混沌洪荒 系统便奖励他十万突破了 就这样他又当场自动突破起来 见到这一幕九英更加被气到 居然敢在战斗中突破 这是多么的瞧不起他 可就在这时 红军出现大声呵斥住九英 九英只能乖乖住手 让他不解的是 红军大人为何要帮助此次 但既然红军都开口了 他也没想着再出手 便已无缘听到唯有告辞 而大殿中 红军的讲道也结束了 让大家各自深思体悟去 数百年后他会继续在紫霄宫里 说完身影就消失离去 众人纷纷扣谢老师 这时诧异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通天几人被吸引住了 只见伏羲只是触碰一下叶轩身体 叶轩当场就变成了一根竹子 伏羲疑惑不紧 叶轩小友去哪了 为何没有听到 准题见状难得嘲笑起来 会不会是这家伙太蠢 听不懂老师大了 这可把通天给气坏了 这个逆途待会就把他逐出室门 就在这时 童女摇驰发现叶轩在门外 只见叶轩正在缓缓突破中 见到这一幕 三人阻愣住了 啥玩意咋又突破了 当过程完成后 叶轩再次欲哭无泪起来 怎么又突破了 少年穿越到洪荒 却只想当嫌疑 只因他一旦突破到最高境界 便要被迫前往了无人烟的 鸿蒙孤独生 可不管他怎么防止修为不提升 都会被系统被刺自动突破 就这样在紫霄宫外 又一次突破小境界的叶轩 还没回过神 就被师尊通天教主教训起来 你这个逆途竟敢放弃 听红军老祖的大道 你就不怕被老祖惦击成 简直是要气死为师 叶轩无奈说道 师尊你放心吧 红军老祖岂会在意我一个小小金钱 不对现在是太已经先出气了 最后叶轩只能以听不懂 老祖大道为有 来解释自己偷溜出来一事 而通天明显刀子嘴豆腐心 老子直接当场就给他揭露出来 这时福西俩兄妹 也来祝贺叶轩再次突破 然而令他们不解的是 叶轩此次突破依旧是愁眉苦脸 和之前一模一样 叶轩见他们连连追问原因 只好想个理由来搪塞过去 便在女娲以及姚池的气带下 闭脸装模作样地说道 她只是想通过自身努力来突破境界 而不是靠天赋与外领 此话一出 姚池瞬间就成了小明明 女娲却笑着问道 那叶轩小友你是在紫霄宫外 遇到什么机缘才突破的吗 叶轩顿时如同坐贼心虚一般 她本想解释是和九英的战斗导致突破的 却发现地上的战斗痕迹都消失了 顿时疑惑看向后方 女娲还以为对方是看向自己 刹时间脸色通红起来 殊不知叶轩想的是 此前突破时难道是红军救了她 女娲这时又问起刚才的问题 叶轩想了想便解释道 她刚才之所以突破 是因为一道金光闪过 携带着大量灵气灌入 然后就顺其自然地突破 女娲闻言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两人就这样一笑而过 而准提在听到叶轩所说后 便看了看地上 发现还真有一些残留的金粉 于是就和街影争强起来 叶轩微微一笑 有一点她还真没说错 那就是她那几颗自爆的金珠是先天灵魂 确实有着大量的灵气 准提疑惑地看向金粉 虽说这金粉残留有灵气 但却是人为所知 这时她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明显被那小子耍了 气急败坏的她就要朝叶轩出手 可就在此时 连史天尊的威压震慑住了她 见此地是了 叶轩便跟通天提议到 师尊咱们回昆仑山吧 回去了就抓几只仙鹤 考给你吃 谁料通天听到她这话更加生气了 这次通天直接换了个部位 狠狠拽住叶轩脸颊飞回去 后面的老子告诉叶轩 昆仑山上的仙鹤可都是你师尊样的 叶轩麻了 师伯尼咋不早说呢 下方的女娲和姚氏也挥手到底 福西不禁感叹道 叶轩小友如此谦逊实在难对 女娲也很期待和她的下次见面 这时与准提一起的接引非常气愤 刚才她竟也被那少年给戏耍了 准提让她别急 毕竟叶轩是有三亲撑腰 只要等三亲闭关之时 他们再去找那金仙少年的麻烦即可 回到昆仑山后 三亲闭关去了 而叶轩也被惩罚扫地 闲于时间她掏出了天道碎片 心中不禁疑惑这东西究竟是干嘛的 居然还害得她临阵突破 正当她要扔掉此物时 系统及时出现了 表示只要再收集到49枚天道碎片 就可以将洪荒世界完善为混沌地步 届时宿主哪怕到了最高境界 也可以被洪荒世界所承受 就可以随时留在洪荒不必取鸿蒙了 而天道碎片会随即出现在洪荒个底 只有宿主可见 叶轩闻言激动的心又闻下 那岂不是只能等碎片自己出现 这是通天叫主喜爱的一只仙鹤 本以为能仗着通天的事来欺叶轩 不曾想叶轩根本不怕她 反而又想吃了她的想法 顿时仙鹤心生不妙 急忙警告出声 自己将来可是要成为通天教主做起的 如果你敢对我出手后果自负 然而叶轩可是穿越着 通天将来的做起可是头牛呢 我可是早就惦记上你这块肉了 此话一出仙鹤大惊失色 慌忙解释到自己的肉很肥 一点都不好吃 就在这时 一封信件突然飞来 被叶轩牢牢抓住了 原来是女娲娘娘邀请她去拜访 仙鹤见状还不知死活地警告叶轩 不能随便离开昆仑山 不然教主会生气的 叶轩见她这么不适去 顿时直勾勾地看向她 然后便传来了惨叫声 不知过了多久 原始天尊从闭关的而出 紧随其后的是通天教主 也就在这时 惨叫声吸引到他们的注意 只见那只仙鹤正被绑着烤了起来 通天见状挥手救下了她 仙鹤便把叶轩出去一世道出 通天文言怒气上头 这地图简直是要气死为师了 看我不好好收拾她一台 说完冲天而起 要亲自逮捕叶轩 先和见状欢笑起来 原始天尊看着这一幕不禁感叹道 道场有着两人在看完会闹腾起来 与此同时不周山上 女娲正悠哉地等着叶轩 没过一会儿 叶轩便赶到 恭敬地打了个招 女娲顿时满脸欣喜 让她不用这么客气随便走 叶轩疑惑看了看周围 福西前辈怎么不在 女娲解释道兄爪还在闭关呢 突然叶轩愣住 她才发现女娲头顶上 便有一枚天道碎片 随后她慢慢凑了过去 女娲顿时害羞不已 看到叶轩那深情的凝视 女娲慌张问道为啥这样叮嘟 下一刻叶轩直接上手 朝女娲头顶抓了过去 直接把那枚只有她看得到的碎片抓住 然后跟女娲解释道 刚才她闻到了一股忧香 在靠近娘娘身边时愈发能力 就好似我姐姐那般的香味 所以情不自禁地伸手确认了 随后她装出一副果然如此的 这下女娲脸色更是红得通透 内心小鹿乱撞了 不过她还是警告叶轩 不许再有下次了 否则就打你一顿 这时系统再次出现 获得一枚天道碎片继续奖励突破点十万 然后叶轩又毫无征兆地自动突破起来 女娲愣住了 这家伙怎么又突破了 而刚赶来的通天也正中了 如此规模的灵器 她意识到有人在突破 难道是她那密途 这边刚突破完后 女娲便询问到叶轩 为何忽然间又突破了 叶轩也麻了不知如何做到 她这突破速度着实有点快 现在的她已经太以惊仙中期 距离最高境界也就几个大段位 叶轩严重怀疑系统在坑她 可能还没收集完碎片 她都要到最高境界 女娲见她又是郁闷的脸色 心中感到非常疑惑 明明任何生灵突破都是好事 到了叶轩这里就好像是坏事 难道这家伙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吗 殊不知叶轩就是单纯的想阻止突破 忽然女娲顺到了叶轩面前 把她吓了一大跳 连忙闪声问到娘娘这是要干嘛 谁知女娲只是对她笑了笑 叶轩也不知道女娲想了啥 停静过后 她便到初想和女娲 以及福西同游洪荒的妖体 女娲自然没意见 等兄长出关就去 这时通天赶到 得知刚才是叶轩突破后 她无语了 明明这段时间罚她扫扫地 怎么就又突破了 想想通天就气愤不已 他们辛苦闭关几百年才突破 这臭小子的天赋还真是变态啊 叶轩解释道 其实我是不想突破的 师尊要不下次子宵宫讲到我不去了 反正你也看到了 我只是扫扫地都能突破 就没必要再去聆听大道 然而通天却认为 既然你天赋这么好 就更应该去听红军大道 才能突破更快 叶轩麻了 她就是不想快才不去的 随后她想到了个好办法 表示自己可以再去一次子宵宫 但这次如果再无收 以后师尊就不许再让我去了 通天想了想也行 便答应了下来 不过她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徒儿 你现在就要给我去紫霄宫躲着 叶轩闻言顿时就冲天飞走 本来她是想着到时候躲着就行的 没想到师尊 这是预判到了要提前困住她 下一刻通天轻松逮住叶轩的脚 把她拽了下来 叶轩这下是真欲哭无泪了 临走时只能跟女娲娘娘告别一声 女娲无奈地看着这师徒俩 也是挥手跟他们告别 不过这师徒二人是真有趣 与此同时熟悉的紫霄宫 叶轩被扔了进来 然后通天就独自离去 无聊的叶轩便逛了逛周围 另看意外的是 在一处天雷阵法中间 她又找到了一枚天道碎片 随后她用一个小宝物试探了一下这阵 一声咔嚓作响 她那小宝物就灰飞烟灭 叶轩心有余悸地看着这 还好她试探了一下 要是只身进入就凉了 然后她盘膝坐下思考起来 再收集碎片的话突破就太快了 但不收集也不行 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就在这时 紫霄宫飞来两道身影 正是许久未见的准提和接银两人 原来准提在此留下的法宝 检测到了叶轩的气息 且只有她一个人在此 所以他们要来报复叶轩了 另一边天雷处 叶轩还是决定想办法拿到这块碎片 红军圣人亲自布置的神阵 竟被一个金仙少年安然无恙闯入 就在叶轩决定收取这枚天道碎片后 却发现这阵法她根本看不懂 不知从哪下手破底掉 就在她要放弃时 右脚忽然抖动起来 煞时间疼痛不已 待叶轩扯开裤脚后 发现脚上竟缠绕着一道天雷 系统这时出来解释到 正在复刻眼前的风围神阵 叶轩疑惑不解风围神阵又是啥 随后在她闭上眼后 脑海瞬间浮现出神阵的奥义女子 最后风围神阵刻画在了她的右脚上 此时已完全领悟神阵的叶轩一跃而起 直接跳入了大阵当中 而另一边的准提接引两人还在找叶轩位置 突然紫霄宫后方传来正感 让两人脸色错了 而大门口的姚池浩天也察觉到 顿时便知道有人闯入了后山 于是他们着急地赶过去 而风围神阵中 叶轩如履平地般行走在阵中间 这时准提接引两人追到了此处 错愕地看着这一面 要知道这么恐怖的大阵 他们两人都不敢进去 叶轩一个惊心是如何进去的 准提仔细观察了一番 发现还是看不透这法阵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看着 却是大阵能隔绝声音 准提两人看见的只是叶轩那嘲笑般的样 顿时气上加气了 恨不得宰了叶轩 接引首先忍不住便要强行闯着 逼他看来一个小小惊仙都能安然无恙 这大阵肯定是故弄玄虚罢了 就在他刚踏入一步之时 听到了叶轩警告他别进来的声音 接引不以为意 还以为叶轩只是害怕了 不曾想下一刻天雷聚集在上方 眼看就要朝他起来 接引急忙升起灵照抵挡 煞时间一道天雷滚滚落下 此番威力就连阵外的准提都吓得升起步骤 再看阵中 接引已然灰飞烟灭 准提见状心有余悸的 堂堂大罗金仙中期的修饰就这样来了 叶轩无奈叹了口气 说真话都没人信 这时昊天摇池终于赶报 看到叶轩在阵中时 他们瞬间慌了起来 风雷神阵可是有36万种变化 叶轩前辈是如何进入气中的 要赶紧救前辈出来才行 壁旁的准提都听猛了 怪不得有如此威力 普通阵法也才几百上千变化 此阵居然有36万种变化 着实恐怖如斯 浩天这时提议请红军老师出手 就下叶轩前辈 姚池文严立马转身去请老师 而此时阵中在起变化 似乎要对叶轩出手了 姚池一看便知道来不及了 这可如何是好 而浩天却是若有所思的看着 下一刻他激动喊出声 这不是触发神阵 是叶轩前辈在突破 果然叶轩此时又一次 在进行突破中 这一幕把姚池看傻眼了 什么情况 浩天继续说到不仅如此 叶轩前辈还拥有了法则之力 只见叶轩头上 缓缓浮现三朵莲花 少年意外觉醒的法则之力 竟让红军老祖都看不懂 就在叶轩觉醒三朵莲花后 在场之人都一脸疑惑看着 他们看不出这是什么类型法 突然红军现身于此 原来他已经观察了一阵子 竟也不知道叶轩的法则是何 准提麻了 这个叶轩究竟是何来历 居然会有红军老祖都看不出来的东西 忽然红军老祖告诫准提 此消宫发生的一切我不会追究 但你日后不必再来听到 准提本想挽救一下 却被红军打断了 就在这时叶轩突破即将完成 当他缓缓醒来之际 却发现红军也在 随即挥手做了个指示 然后叶轩轻松就出到阵外 恭敬的跟老祖打起招呼 而他的法则也终于显露出来 居然是五行法则 这一幕把浩天都惊住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法则 更加震惊的是 老祖表示不止这些 随着叶轩手中法则开始变化 竟还有造化与毁灭以及雷电法则 浩天一脸错误 叶轩前辈你究竟领悟的是何法则呀 叶轩装逼的解释道 好像是三千法则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三千种 这番模样连红军都想打他一个 别人就其一生也不过领悟一个 你一下就三千多种 还有啥不满意的 叶轩表示他还真不满意领悟三千种法则 浩天恭喜道 前辈这可是更古未见的事情 叶轩一想也是 毕竟是独一份 装装逼还是好的 姚池也是非常激动 这样看来前辈不久就能到混元大罗金仙 成就圣人至尊了 叶轩心想你别害我呀 恭喜我啥都行 就是别恭喜我快速突破 见状姚池浩天都愣住 为何前辈这么不喜境界突破 连红军都一脸迷惑 明明洪荒生灵都苦苦追求圣人致敬 小友怎么如此排斥呢 叶轩也没想到 连老祖都亲自询问了 当然他自然是不能说出系统一事 想了想还是决定用之前那一套人设 表示突破是努力的证明 而不该为了突破而去强行突破 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如此当然越晚突破越好 然而众人不是傻 都知道叶轩不想回答 只能放过他这个问题 这时红军也宣布时辰一道 是时候该开启紫宵宫了 忽然叶轩瞧见一旁失魂落魄的准提 便疑惑问到准提兄怎么了 怎么落得这般田地 准提见到他就气 就是这小子害得失去了好友和机缘 准提是越想越气 叶轩一脸无奈 这跟我有啥关系 明明我啥都没干 就这样准提被气到吐了口成年老血 气急败坏的准提便想趁机下手 把叶轩扼杀在摇篮里 不能让他继续突破下去 然而红军可是在现场的 一个眼神过来 准提就吓得冷汗直流 叶轩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准提兄你这是作合 我有这么吓人吗 当他回头看去 却发现红军身影已不在 被警告的准提只能忍下来 简直是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最后只能挥溜溜离去 当叶轩再次来到大殿那时 却发现赶来的众多大能直勾勾看向他 正当他疑惑怎么知识 摇篪解释到前辈 快坐到你的葡团上去 只见原本的六个葡团赫然多出了你 摇篪表示这是老师亲自给你家的 叶轩闻言看向红军 只见红军点了点头 就好像说不用谢我那样 然而叶轩哪有要谢他的意义 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 这是要把我立在众人的对立面了 少年意外穿越到洪荒世界 开局就拜了通天教主为师 如今更是被红军老祖亲自安排到 和三清女娲等大佬平坐的位置 话说在红军亲自给叶轩安排一个扑团位置后 在场中神仙纷纷对他议论起来 搞得叶轩很不自在 女娲见状便让他赶紧入座了 叶轩本来就不想那么快扑 现在自然更不想坐在他们几位大佬旁 然而他师父通天就没那么好提起来 直接对叶轩呵斥起来 让他赶紧过来坐下 要知道现在连通天自己都是红军的弟子 莫非你这匿途还想质疑老祖的决定不准 事已至此 叶轩想溜也溜不掉 只能坐在新增的那个扑团位置上 只是一坐下系统就提示有大量灵气 导致叶轩的修炼速度暴增 叶轩健壮直接就要离开此处 然而热情的女娲过来摁住了他 并表示现在大家都是红军老师的弟子 咱们也算是同门了 叶轩也没办法跟他解释系统来源 只能以自己不配做老祖弟子为由打了过去 女娲却不觉得 此前就是因为叶轩的善让 他才能拥有一个扑团位置当老祖的弟弟 此时身后的各位道友还在议论叶轩 竟让老祖亲自赐座弟子位 此子究竟什么来头 叶轩真是麻了 他是真不想坐这个位置 这磅礴的灵气 让他一直在自动加速修炼着 之后随着红军的讲道开始 叶轩的修为也突破到了大罗金仙初期 不管他怎么尝试捂住 这系统还是会助他加速修炼 就在叶轩以为还要继续突破后 忽然周身磅礴的灵气消散了 回头一看 原来女娲在进行突破当中 看来是为了女娲突破顺利 老祖才暂时收回法力 这样倒是让叶轩暂时不用受益 随即叶轩使用分身留下 自己则偷偷从子孝宫溜走 来到外面后 叶轩询问系统现在有多少突破点 随着个人面板的呈现 他现在有着足足12万多的突破点 逃过突破结束的叶轩难得松了口气 还好跑得快 不然估计在听下去又要突破一个大境界 只是他传送的这个地方好像从未来 也不知道是哪里 不过就当作旅游一番吧 看看美好的洪荒世界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妖族之地 正在进行十大妖圣的册封庆明 太医宣布册封正式开始 其中便有九英的一个位置 由帝郡亲自颁发指引 将九英选做第四位妖圣 让他带领妖族统一洪荒 九英自然接下来 只是回想起当初被叶轩做的场景 他就愤怒不已 迟早有一天要除掉那小妖 不然会成为他的心魔 另一边 闲来无视的叶轩 忽然看到一处斗法之地 便飞过去凑热闹 似乎是巫族和妖族 只是叶轩刚落地 便遭到了巫族的袭击 一个巨大的虚影冲他而来 叶轩没有慌张 只是轻轻一挥手 一道灵力剑便朝虚影袭去 瞬间就破掉这道攻击 身处战场中间的叶轩急忙解释起来 自己只是路过的 不知为何 妖族一方的小弟瞧见叶轩后 神情似乎不对劲 告知领头的妖族后 他们一方就离去了 巫族一脸疑惑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要争夺神水吗 闻言叶轩看看前方 原来是三光神水 怪不得两族会在此争斗 正好拿来当作礼物送给女娲娘娘 只是巫族还在这里 便叫住了叶轩 并询问她什么来临 竟敢和巫族抢夺神水 虽然他们不知道妖族为何溜了 但巫族是宁可战死也不会低头 随即就要跟叶轩打起来 只是在关键时刻 一道声音打断了双方 来者似乎认识叶轩 而叶轩的脸上也布满了意外之死